歡迎各位繼續收聽動漫廢物的節目 再講一次ICQ 30808 4705 我們今日的話題是Pluto 菩薩食樹 crossover 手蟲子蟲 剛才我們講了一個介紹Pluto的世界 機械人和人的世界 現在我們就講一講人性的問題 人物的問題 這一半的集我們都會講一講 對比一下Pluto和其他作品 因為太多令你意外驚喜的地方 驚喜? 舉個例子 我竟然看到Monster的John從天而降飛下來 好厲害 好厲害 那是誰 還要是John扮妹妹的樣子 就是艾普斯朗 艾普斯朗是其中七個最強機械人的其中一個 就是拒絕參戰機械人 養了很多小孩子的機械人 而更加開心就是第一集一出的 這個基斯克的警察 令我想起當天追了天馬醫生 追到天腳底的 都是德國啊 記住都是德國啊 其實我懷疑倫滑探中是機械人 哈哈 那你明顯看到他經常有地體 input 那隻手 他應該是機械人 我覺得是對的 非常之對的 其實還有很多 吉常 吉常就是斯洛二號照顧的鋼琴家 他小時候 咦 戴眼鏡的發型 完全是吉常 即是你會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 還有熟悉的地方 譬如呢 譬如事件發生的地方 也是杜塞爾多夫 是啊 即是這個由危險調查員 到Monster 到Pluto 都經常發生事端的起點 褐澤是否對那裡有情熱潔呢 我也懷疑是 這個是我自己的個人解讀 另外地點人物這些 都會是很重的 用褐澤味在裡面 你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 其實呢 好像說 首寵曾經解釋過這件事情 為什麼整天的漫畫家 用來用去都是同一個面孔 國王 十四世 十四世 我記不到你的名字 那麼長 基里奧斯十四世 你講錯了 你講錯了 你打斷我 其實 看過去蒲澤味說 他用的人物面上 好像有 他會有少少調教的 每個作品會有少少自己的分野 他是同樣風格的 但你看他面上有些分野 你會分到的 這套他好像是刻意 用過去出現過的面相 這個我個人選擇 可能是跟首寵自從有關的 因為大家看首寵自從的作品 即是你不論看小飛俠 看龜翔博士 或其他作品 你會見到很多一樣樣的角色 但他在不同作品裏面 是擔當不同的角色 譬如最簡單就是 《御柴水博士》的大鼻形象 在其他火資料 或者其他首寵前文漫畫裏面 他都有這個角色 但是是第二個角色來的 首寵自從自己有解釋過這個手法 因為當時他畫漫畫的時候 他覺得是參考了電影的演員的演出手法 因為同一個演員可以演出不同的電影 他都是一樣的 但他是用不同的演技去做 所以他一樣的樣子是很正常的 很合理的 就不同其他漫畫的 就像監製找來找去的那些演員 一定會找林雪 林大華那些 所以首寵自從他用這個手法 變成這次《御柴水博士》 可能為了向首寵自從致敬 都會用這個手法 也不奇怪 其實講到角色造型 看第二期的後期 首寵珍提過 其實《御柴水博士》 推銷這個idea給首寵珍期間 他畫的手稿是跟回首寵的風格 其實我是很想看回首寵珍 跟回以前的造型 究竟會畫甚麼工程 但我覺得 我印象最深刻的 首寵的風格 在裏面看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首寵自從令到我最震撼 就是他用一些對話框 或一個聚事手法 在視覺效果上是很過癮的 即是對話框互相穿梭 他最接近的像什麼 就是去到第三集 這部老徒慘叫的 啊啊啊啊 現在就開始有一點點 當日我認同那種首寵珍的風格 但是現在呢 他也是用回自己 慣常那一類的電影分鏡 那種很陰沉 很無奈的 悲情的味道 淡淡的哀愁 去說一連串的謎團的故事 我想他又不想說 因為要cross over 首寵的原素 而放棄自己的風格 但是你說對話框和淡淡哀愁 味道是兩件事 其實淡淡哀愁 其實首寵也會有這類作品 譬如說這個狗面人 他會有另一種 大家可以參考網上一篇文章 首寵自從的光明緣 還有吳演五又說到 這是思考裡面的 死火手的任何提到 其實首寵裡面 他有兩類 可以很明顯分到兩大類分別 一類就是很光明很開心的世界 一類其實都很暗 整個故事都很悲傷 知道為什麼 又為什麼呢 因為他破產之後 他要畫超過四至五個故事 他由小孩子的 可能小學五年級的書 到成人漫畫都要畫 所以變成一堆故事 你不可以給那麼多年齡群看 所以有些人看到 好像很可愛的小孩子的故事 又有成年人的故事 又有俗感 不過小孩子從境而靜在 他畫什麼故事都好看 對話框可能要在改造裡面才看到 對話框那麼簡單 是他所用的分格 所用的跳躍感覺 另外他那些序事的手法 都是他自此一家 暫時我覺得這個葡萄 是未能夠進顯到那方面的 或者我又會覺得 可能葡萄是 希望用回自己的風格去表演 這個就是大家不知道 他未必 我想要寫封信過去問 好啊 或者將我們的節目傳過去 都好啊 給他的翻譯聽聽聽 好啊 我們可以交給香港的代理 不過不知道他記得不記得 寫這本書呢 記得的 這麼好笑 可能到看售室 那時候就會記得 對 好了 忘記了再版了多少次 這麼厲害的這本書 為什麼升了這麼高的支棒 我們咬我們咬我們咬 我們咬我們咬 我猜他是忘記再版多過 忘記再版多少次 哈哈 他忘記準時出 或者都呼籲他快點再版 讓大家想買幾天都買到了 聽完這個節目之後 哈哈哈哈 講那個人物 我們剛才講了人物的Clossover 接著我們要講一下他那個世界 那個世界觀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到他 阿菩薩一直都是這樣的 他在二十世紀少年 都加了很多 好像似是而非 很現實的政治 很真實的東西 一些風波 或者教宗 他在二十世紀少年加入了教宗 這些環節下去 對啦 他在Pluto那裡也加入了一個 叫什麼 色什麼鬼合中國 是他的國家 是他的國家 在波斯 在波斯那裡有個 十四世的樣子 養成是侯塞欣 這樣 這個美國就說 喂 你有這個大散雙力武器 那我們 懷疑 所以派了調查團去 雖然找到機械人的墳墓 但找不到武器 但都照過去動它 因為他這個國家 對機械人殘暴不仁 所以我們要出兵 解放機械 解放機械 這個極權的國家 我們要打倒他 其實挺諷刺性的 我覺得很大膽 但是最好笑的是 合中國的總統 受制於一隻公仔 另一部電腦 到現在是一個謎 即是熊仔 不是 是波斯王國 不是合中國 我國當然是波斯王國 中亞波斯王國 我意思是打理那個合中國 合中國的總統 是聽那隻報公仔 即是隱喻了現實的合中國 某的合中國 喜歡出老鼠的就是合中國 但那些不是老鼠 而是紅公仔 他怕被人告 所以就是紅公仔 破產被人告 那怎麼辦 但又很想畫 很想畫老鼠 可能葡萄都曾經去掙扎 畫畫老鼠下去 還是紅下去呢 應該沒有的 所以就是這一次合中國打波斯 那個國家 就是變成第39次中亞的紛爭 然後變成一個 我們現在暗示之後的機械人 和暴魯圖之間的千絲萬鈕關係的第一點 這個米一樣的事件 全部都是發生在三年前 沒錯 三年前 三年前 我突然間發覺好像在看《金田一》 我發覺是在看《二十世紀少年》 《二十世紀少年》 是幾十年前的 那一格真的很像《二十世紀少年》 真是把一隻紅在那裡 然後後面整個機械人在那裡 簡直是《二十世紀少年》 都有一些大有黑洋的風格 這個真的是阿基拉的感覺 很重 這個就是暫時找到的第一個世界觀 第二個世界觀 就是它裡面的機械人 它模仿人類的情況 它已經不單是為了模仿人類而去做一些動作 它真的已經有一些人類的感情 好像剛才所說的阿寶蘭道 剛才我們也談過這個問題 就是它是一個率國冠軍 應該是很多錢、很多獎金 但是住在這些都幾乎兜的地方 原因就是它弄了五個兒子出來 五個兒女 最初它和它老婆 很悶 不如弄個小孩子吧 中文名字 所以弄一個出來 然後發覺越弄越多 弄了五件出來 那些是怎麼弄出來的 那些可能就是給錢給科學家做 是不是 還是領養回來 其實這件事還未提到 從第三期 即是從現在手持的第三期來講 你覺得它是機械人也可以 你覺得它是人也可以 它沒有明確說明 它就不像普斯朗這樣說明 就是領養了很多人類的孤兒 就是戰爭令到它沒有了家庭 我覺得應該是機械人 都有一個北部難度的個案 否則它怎會散盡家財 你領養小孩子有多貴 公書教學雖然都要很貴 但不需要客人都沒有錢 那是要賣就任的 那些什麼能量 那些什麼能量 什麼能量水 什麼能量水 那些東西這麼厲害 還要追責就是 他們機械人夫婦之間的那種感情 其實已經可以比美到人類的夫婦 不論是布蘭道夫婦 基斯克夫婦 甚至乎好像第一集一出場 就被人搏爛了那個機械巡景的夫婦 其實他們已經 第一點就是 他們機械人之間的男女之間 已經有一種近乎人類的感情 有一種父母的自覺 開始覺得我們應該要有下一代 即是變成 他不論可能借助機械的方法 叫人製造一些給他 我說他收藥 還有你看回基斯克也有一個例子 他也有一個自覺 就是對妻子的責任 他這個和倫華探長的情況都真的很類似 你是看回現實的人 現實世界 現實世界 現在社會上會出現這種事情 就是說 老公只顧著工作 懶惰了老婆 老公突然醒覺 不如跟我老婆去旅行 即是這件事 很現實世界會有的事情 我想一點點題外 突然想起 我們提過的機械人 是要為人類服務的 但是 基斯克的太太 究竟她的工作是甚麼 問得好 做家庭主婦 為基斯克服務 就是機械人為機械人服務 而不是機械人為人類服務 其實我剛才也說 我覺得這個 基斯克的太太不簡單 蛤? 我不知道為甚麼 我是直學 我反而覺得她 跟幫基斯克維修的工作人員有勞 那一格拍攝著基斯克做事 就把老婆和那個研究員 我覺得 咦?那一格為甚麼 兩人前不在一起 會不會日後 就是 油漏 這個也是 為什麼呢 剛才 莫非那個衛生員 是當那個是花田馬這樣用 可能是 剛才我們所說 就是 他們現在第三集的劇情 已經說到基斯克抗禮 應該已經是兩年前 打算去日本旅行 但因為一些特別原因 未解開的謎團 他們被修改了記憶 就是去了歐洲那邊的情況 為什麼剛才說 我覺得她老婆 應該都有一些特別的事情 就是 因為她 在那段的記憶當中 應該佔了席位 其實說了很多不同的機嫌 我們其實都還未講這個故事的主角 是啊 即是正題 什麼大配角 什麼七大機嫌 全部都是配角 暴魯圖才是 是啊 暴魯圖才是主角 第三集的結尾 來了一個我們現在爭拗的point 就是究竟暴魯圖是人 還是機嫌人 那個很明顯是一個大件事 會不會是機嫌人 第一個直覺我就是說是機嫌人 理論上是 但情況就是 現在已經連高智博士 究竟是人 還是機嫌人 都已經難以一概而論 那暴魯圖 是不是單純一個機嫌人 其實他們質疑的一個重點就是 機嫌人是不會殺人的 當然是 而質疑他是 另一樣就是 他那個犯罪現場 沒有下任何證據 就應該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是啊 但最重要就是 他究竟是否寄生於 另外一個好像一個乞丐 那樣的機嫌人替身那裏 還是什麼原因呢 因為他們最爭議有一幕就是 這個和小蘭談了很多日 這個奇怪的機嫌人 他跌倒那一刻 咦? 他竟然沒有電子路 對了 怎樣控制住他 走到 重要啊 他可以有這個令到 這個花隊重生的能力 這個比較古怪 怎樣會不會令到這個花隊重生呢 我在這幕就令我想起 這個G Gundam裏面的 Devil Gundam的力量 那就是 都是令到這個地球再生 三大謎團 這個 這個E3男女機嫌人 他早期是有一些恐怖的記憶 所以亂在牆壁上面去畫東西 畫那些圖鴉 發現原來是一些花來的 OK 第二個謎團 就是他為什麼會有這個令到花隊再生的能力 OK 第三個謎團就是剛才所說 為什麼他暈倒那一刻 是沒有了機械腦的呢 那是不是他這麼久和小蘭的相處 都是無需要機械腦推動之下 在一些特別的力量控制之下 而和他溝通 還是有些人神秘地 在這麼短時間 可以拔走了機械腦呢 我亂發瘋地舉個例子 好 會不會是人類和機械人中間 有第三種東西出現 嘩 就是我自己想的 我也覺得他是有過這樣的隱緣 就是他已經超越了人和機械 或者是兩者融合 那樣東西我不知道會不會是 是因為進化 某些人類的進化 或是機械人進化 所出來的產物 或者是突然之間 可能是妖怪 或是幽靈等上的物體 不過這件事不像 埔責的風格 牽涉到這件事的情況 我不敢猜 但我覺得可能會有第三種物件出現 關乎人和機械人之間 對 其實剛才提及過那三個謎團 令我想起第一期 如果大家喜歡 埔責一些伏筆的話 他第一期也提及過 那個機械人警察死的期間 他錄到有個人在大廈飛過 有個客人在大廈飛過 沒錯 那憑機械人的電腦分析 那是人 但是那個能力 人是做不到的 大家也可以留意 這條伏線 究竟會不會有結果 同樣就是 第三集的同一個伏線 差不多 就是高智博士那個 他竟然可以 剔是Robotor 但可以去Human那一部分 我覺得其實現在 他們的伏線 第一個表面正攻就是 在現在的世代 開始去到一部分 人和機械人的分野 已經越趨於模糊 甚至乎可能分不到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那個Robotor的格子 他不是剔的 是過完的感應器 或者是沒有畫到的感應器 期間 是電腦幫他選擇了 是 所以他才要解釋 即是跟他的interviewer 解釋 其實我是人 不過機器 鎖了我是robot 其實機器本身 也有一個限制 就是未必可以真正辨認 那個東西 究竟是人 還是機械人 所以最後 高智博士和阿童木 刷新而過 那一下 他說阿童木 對於高智博士的身份 是很懷疑的 沒錯 其實那個復筆 可能就是說 在那個世界裏面 即機械人 辨認人和機械人 是一個準則的 而布魯圖就是 可以是 跳過了這個準則 的一個 可能都是機械人 所以才令人認不到 可能都是這樣解釋 但是他生命力 那裏 如何令花再生呢 這個就真的要看 葡萄直說 怎樣解釋 那種力量 如果他說可以跳過了人類和機械人的中間 那他那樣東西是怎樣弄出來的呢 即人和機械人 即可能是一些Bug 即普通機械人 辨認人和機械人是有準則的 是一個程式 那你的程式可能有一個流動 那阿布魯圖是一個 哪個博士 發現了 即利用了這個法則 那就去犯罪了 可能其實到最後一個 是犯罪事件來的 只不過是 哈哈哈哈 又爛了啦 哈哈哈哈 我還想問 今次是哪個爺爺發誓 哈哈哈哈 不過反而我們可以跳一個 更加宏觀的層面 這樣說 我們將這艘機械人 我們不要當機械人 是 當他們是黑人 是 是 然後另外其他那些是白人 是 或者反過來宏觀 這些機械人是有識人眾 那整個故事呢 你就會更加明白 阿布什麽這次說的東西在哪裏 即是那個 那種族歧視 其實在說這件事 好像去到那個 反對機械人的那個組織 完全等於 美國那時候是3K黨 我看到那裏 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這次他刻意 除了這個 諾斯2號 和這個蒙白朗之外 其他那些最重要的機械人 都是比人類更加人形 這樣 所以才沒有了剛才那種尷尬的位置 如果你依然 假設基斯克帕的警察 是一個替熱 一個替熱 一個替熱 或者完全是比 至少蒙白朗更加大隻 像小露寶那些 你又不會覺得 那種感覺就沒有那麼強烈 是啊 但是我又覺得 有個問題出現 如果你將它對比 成為這個種族歧視的看法 你現在要看到 那些機人要進化到 好像跟人有些混淆 有些相似的時候 才會推出 他們的機人爭取權益 爭取他的權利 但其實如果你 放下去 那種族歧視的問題 不用要黑人去進化到某個程度 才能爭取到這些 人是平等的 你要留意 根據這個歷史 其實上當年 那些歐洲人去非洲 去找黑奴回去工作 他們不當他們是人 是啊 但是如果 這樣的說法 蒲集可能犯上某些錯誤 可能在看這件事的時候 我覺得他可能會有些偏見 不是的 其實現實就是這樣 就算是美國 所謂的一個種族用 很尊重不同種族的人權 其實他也是知道 黑人 在四五十年前 是要和白人分開車座的 或者我覺得這樣 你可能真的 把太雀眼在字眼上 都進化這個字 進化這個字 可能你未必一定要是一個 好像很厲害的一件事 可能是一個進步 是一種學習 社會階層的提升 可能是知識水平 一種觀念的改變 但你這樣說 即是他提倡了 一定要進化到某一個知識層面 才可以說我要爭取這個權利 不是 而是一群舊有的 有權利階層 對於一群沒有勢力的人 有個成見 但是那個成見 如果不改變的話 那就一直會有個歧視 有個差別 就不是說那群 那群少數族裔 那群受歧視那群有錯 要需要進化 其實他們沒有錯 是啊 問題在這裏 但是來到太遠了 為什麼呢 我看到 就是用基斯克探長的個案 我完全想 如果這個是Dencil Walsingdon 旁邊那群和他合作 全部都是白人的警察 然後他就算你很厲害 都沒有用 你是黑人類的 還有 也可以一些直觀一點的感覺 就是為什麼菩薩會這麼懶 不去創作過一些 另外造型的3K黨 而直接會抄了一些 白色尖角的造型的人 其實我不期望 菩薩直樹會這麼簡單 去抄這些造型 譬如薩達姆 他也不會這麼簡單 去抄他的造型 應該是會 希望讀者聯想一些東西 聯想到什麼 當然大家可以自有發揮 那這裏 大家可以留言板和我們分享 是啊 那 十四 ICQ 是 今天我們講Pluto 其實這個都差不多時間了 那 ICQ那裏有個大眾黑衣 跟我們做一個交流 他說你們之後的節目 會不會講一下 類似殺戮都市的漫畫 還是永遠都不會講有血腥味的漫畫 怎樣 何先生 有些漫畫我求了你 十幾集你都不講 先說那些先 我們下一集就是第20集 對 會不會令我可以願意嘗試 你就看看 怎樣 這樣我能夠願望成真的 大眾黑衣應該都可以 這樣 原來何先生 你說的 都可以 一定的 18集 害怕的 18集 18集 如何 我現在24 23集和你交換18集 對 這些 害怕的 這些 都是網友亂流伏線 到時候要收拾 我們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 我們不會爛尾的 都正經一點回覆一下 其實我們不會被計劃哪一類型的漫畫 只不過可能之前說得太溫情 還是所誤會 變成一些網友想討論哪一套作品 多一些留言 還有你看一下Gans 有什麼人物在裏面 讓我們邀請到那個人物上來主持 十六公司在我們 都死了很多人 都在預期裏面 就是Gans 楊聰星人 計劃裏面 楊聰星人 在我們邀請上來 他是楊聰星 今天我們差不多時間了 下一集 第20集 各位聽眾 各位網友一定要留意我們 一定有一個很大型的 topic 或者一個很慢中觸目的 topic 會不會到時候 好像不能出第三期 不會的 應該我們不會做這些 好 下一集我們再見 拜拜